今天我找到一代宗師 談論另一代宗師 漫畫界的一代宗師 談流行音樂廣東歌的一代宗師 馬榮成對許冠傑 第一次見馬榮成在漫畫畫漫畫 很遠的地方 玻璃裏面有個年輕人 你是我的粉絲 彈哥彈哥 馬榮成在畫漫畫 當時是十二時多 深夜 他剛才上班 當時畫漫畫是這麼晚 所以我通宵通宵 輕談錢是不宜天外 我以為沒有人聽 結果發覺馬榮成在聽 最喜歡聽的人 是 忠實聽眾 你在漫畫界 是否很需要過去刺激你的靈感 應該不是刺激 應該陪伴我們度過寫畫時 你會多些東西 有一首好的歌 你寫上來會舒服很多 你也是聽電台的 所以漫畫界應該是聽電台最多的人 真的 我可以做證 因為我真的上去 他們十二時多才上班 畫到天亮才離開 這麼有趣 適合健康彈 一點也不 但為何這麼有趣 為何一天不畫得到 應該是晚上靜 那時的助理都會收工 有時亦有些助理 我想是靜的氛圍 你會很專心去做創作寫畫 這是題外畫 為何我由你畫漫畫開始 就是因為音樂對你很重要 現在問了 許冠傑對你來說 你會怎樣去看許冠傑 我想我認識許冠傑 當然是電影才行 反而是天才白痴 他給了我們很多開心 那時我們寫畫 我有一段時間在廟街 跟一班漫畫人租了天台住 是嗎 整班人天天走下去 就是廟街 下面播出就是賣身契 每天都是賣身契 傳歌的歌 廟街整行整市 走下去就是黑膠場面 有原裝有賣身契 每個人都在播 很開心 夜蚊蚊就是這樣 湯城夜蚊蚊 然後Sam的歌曲 真的除了賣身契 當然不止 不止 很多 甚至乎經常到戲院 走進去看那些很開心的 當然後期我工作 我後期工作 很多時候夜蚊蚊 我都是看Sam國的戲 你工作的意思是甚麼 寫畫 因為很早就開始寫畫 寫畫後就沒甚麼時間 應該是十六七歲 廟街時 我們一年左右 後來沒有錢交租 那便離開 然後就開始寫稿 找到稿費 但沒有時間 很多時候看電影 看伴家伯娘 伴家伯娘 伴家伯娘 後期最重要是好玩 他的電影 不如說音樂 除了陪伴你之外 有沒有一些靈感 坦白說靈感不算很多 反而他的鼓勵很大 在哪方面 例如那些歌詞 世事如期 難紛爭如假 這些很多時候 當你在人生上 有一些不開心 或想不明白的事 很多時候歌詞 會讓你很舒懷 真的影響到自己怎樣去想 以前他們唱的歌 不只是一首歌 尤其是迷惘不開心時 有指路明燈 有些開解作用 為何會這樣 有時你創作或遇到問題時 坦白說這些歌詞 其實很多時都會讓你舒懷開解 鐵塔靈魂 你是否幫他畫過一些東西 是 做過一段動畫 是嗎 為何 是一個什麼因緣際會 那時我還寫稿 認識了一個朋友 蕭潮迅 即是愛我老闆 他走來敲門 叫我幫他做這件事 其實我的時間很不夠 不過Sam哥的影響我們很大 我就咬緊牙筋試一下 加上如果Sam哥接受我們香港漫畫文化 我當然很開心 把握機會就做了 做了他有沒有什麼反應 你自己滿意嗎 坦白說不算滿意 因為時間不夠 我們做的時間不夠 但是Sam哥就很接受 他說好啊 有一下我們這些文化出現在歌曲 會更加好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對於你也是一個鼓勵 於是因緣巧合 大家本來不相識 合作後 跟著去年許冠傑2023 此時此處演唱會 整個舞台設計的意念 是來自馬明成的 大家知道嗎 是否去年時雖然 我們馬先生很低調 我必須這裏說 是你給予的意見 不可以說是我說的 大家一起跟監製探討 究竟如何設計舞台 大家認為Sam哥的歌曲 已經入了每個家庭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認識 Sam哥也覺得 如果能夠將整個設計 都好像在家裡 唱得很舒服 我想舒服才是我們想要做到那種感覽 於是不如去家庭的感覺 去年整個舞台就是 Sam哥的家庭都搬家當來 健身、廁所都帶過來 是一個大家變成家庭人 在家開派對唱歌卡拉OK的感覺 於是去年應該說得很成功的演唱會 但在一個很成功的演唱會 我必須說回 當我們和蕭先生去找許冠傑 去談這件事時 其實Sam哥的第一次給予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是我一定要買便宜的票 坦白說 紅館有多少位置 中間有多少位置 買多少票 每一場有收入多少 其實是無法騙的 大家可以盤數又攤開來 明明起碼不要1,800 即是688、388 不行 我們要大部份都是388 那條數很難計算 那條數很難計算 你是老闆之一 我們回來後 一定要和你們去取決 做不做 當時你是怎樣想的 當然我是一個很少的投資者 我當然開心 開心的原因是我們做演唱會 我自己也希望賺到一份喜悅 尤其當時疫情剛剛結束 其實在籌備和決定這件事 還在疫情期間 我們都是覺得患得患失 是否能做到 如果真的能做到 我們亦希望透過這個演唱會 可以大家走出來聚在一起 唱歌 開心 我想這是大家投資這件事 甚至是Sam哥也想做這件事 最主要的目的 事實上完成後 不僅不用虧錢 還可以大家賺到很多喜悅 你去看過 你可否說一下 你當時在現場 一直看著Sam的感覺 你的感受 除了喜悅 說多些你的感受 我那次看得多長 但最開心是見到很多一家大小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們價錢比較親民 變成人帶長輩去看的機會 會高很多 其實我們見到這場面 在我們這個年齡來說 會覺得很感動 我也要分享一下 我有很多收回來的朋友的Whatsapp 或者打電話給我 和我分享 有些五三不識七走過來和我說 他說 那首歌不知為何很開心 Sam唱 但我不知道為何我就留下了 好像我們胡偉忠經 他說你有甚麼要跟Sam說 他只說而已 說也不用哭 他不知為何就留下了一份 眼淚就是告訴大家 我和Sam和這首歌 經歷了很多事情 是嗎 因為這首歌是當時 每個人都有很多回憶 可能我在看一套戲一首歌 我還記得當時的感覺 甚至我會偷偷走進戲院 剛進去聽這首歌時 或者我和女朋友一起看這套戲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回憶 歌除了好之外 帶著我們很多很多的回憶 這樣就幾十年了 而許冠傑就是 但無論在我的up and down 在我的人生低谷 在我的人生高潮 他都爛爛旁觀一直看著你 然後用他的歌去賀你的起源 用他的歌去幫助你度過一個低谷 最重要的我想是 當時是幫助我們 鼓勵我們 但我們在他歌中找到很多開心 但原來到了這個年代 這個時候也需要很多開心和鼓勵 哪一個環節在去年 你看了這麼多一場 你最記憶好 如果今年做就好了 又再做過 不用說 肯定是大合唱 大家一起唱 原本我唱歌很差 都可以大家放聲大唱 我覺得是一種輸壞 我都說我第一場 Sam開聲我開聲和他一起唱 我唱了九個字 我把聲音都關掉 我也是 是嗎 都關掉 哇他繼續唱得很開心 唱了三個小時 明晚又唱過 又來了 今年應該是Part 2 我很記得慶功宴那晚 Sam拉我到一邊 但很開心 何時有Part 2 我要回去問我馬榮成 哈哈 他就回問他們 今年 他又是用那幾樣東西 票價一定要便宜 一定要大家喜歡所有歌 一定要大家會唱 你對於今年的最重要好玩 你又有甚麼看法 有甚麼期望 我想Sam哥有很多歌還沒唱 很多人都想聽 包括我 我想每一個投資者 我們 大家都想製造一些開心給大家 賺不賺錢可能已經是額外 我們的數目是快樂 滿足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坦白說 要賺這些 我們就是要追求這些東西 各位觀眾 認識許冠傑的 其實都老實說 都不年輕得多 或者可能再比我們更大 你們一定會有同樣的體會 有我們這一種體會 我們現在甚麼都不用說 不要說這些 我們要賺的就是 能夠和Sam一起在紅館 很開心地享受他的歌 三個鐘 就是這件事 所以眨眼睛 我們接下來三月三十三十一 和四月一日 我們入到紅館 做最重要的好玩 是 希望大家支持 是的 大家支持 今天麻煩了 多謝蛋哥 多謝天